蜗牛探西游第11507 本牵着蜗牛散步西游中最神仙的神仙有几位 第一当然是孙悟空的师父 菩提老祖大大 人家教了一个震惊三界的徒弟 想不宏都不行 放在今天 那就是网络的师父 网红鼻祖第二大神秘的神仙 肯定是吴朝禅师老大人 他老人家很奇怪 装着不认识孙悟空 去叫猪八戒跟他修行 最奇怪的是 老猪同志还不干 类似有个亿万富豪 叫一个吊丝给他当干儿子 可这吊丝硬是拒绝了 也不知八戒哥哪来的勇气 吴朝禅师也符合一个当网红的基本条件 一住住所在网络年代 就这都可惜多少分了 二住在浮屠山风景区 这风景区是什么景致呢 山南有青松碧毁 山北有红桃 左边有麋鹿咸花 右边有山喉献谷 树梢头 有青鸾彩凤其名 玄鹤紧急咸急 至少是AAA风景区啊 作为5A风景区的拥有者 更是可吸引很多迷妹 三 屁股下做莲花 莲花可不是一般人做的 至少是菩萨基地的 正名吴朝地位不低 像今天王健林父子那的级别 最最关键的是 他还懂心经 这才是整个西游最珍贵的经 可以说直接改变了唐僧和孙悟空的境界 比他们去西天取得一藏真经厉害多了 可见 吴朝是个导师级别的网红 但是 这样一个超级大佬 在唐僧向他问前程时 他随口念出的一首大优诗 却明显有偏差 至少有两处欲言没实现 我们先来看诗 千山千水深 多丈多魔处 惡欲皆天涯 放心修恐怖 行来魔而言 侧主角风步 仔细黑松林 妖狐多结露 精灵满国城 魔主迎山柱 老虎坐秦堂 苍狼为主步 诗相近称王 虎豹皆作语 野猪挑担子 水怪钱特语 多年老时候 那里怀成怒 一问那相识 他知悉去路 大家仔细读这段际语 前两句不说了 中间一长段 其实讲的都是诗 佛领大鹏老兄的事 最后讲的是猪八戒挑担子 马上要遇到杀僧的事 但有两句我们是不是在以后的经历中非常陌生呢 过于接天涯 放心修恐怖 行来摩尔岩 厕竹脚通过 至少在蜗牛的印象中 是没有接天涯 也没在摩尔岩的 更没有哪一段 唐松团队是厕竹脚通过的 当然 希望大家来补充 孙悟空一听完这句话 马上生气的拿金箍吧 往上去捅老屋的菊花 可惜见莲花生万朵 想卧护千层 孙悟空纵有翻江倒海之力 也莫想往乌朝一缕腾 孙悟空为何生气 他告诉唐松 老乌把八戒当成野猪 把他当成老石猴 所以他要捅老乌屁股 八戒难道不是野猪 他难道不是老石猴 乌朝禅师哪在骂他 所以 孙悟空最生气的 是最后一句 你问那相识 他知悉去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告诉唐僧 孙悟空是导过西天的 他知道路 一切都清楚 所以 有什么问 提就不要问我了 唐僧刚当上孙悟空和八戒的师父 师父的权威完全没见地 乌朝禅师再来补这句 你徒弟比你牛多了 你有事要多请教他 这不是更让唐僧受不了吗 因此 在之后不久的三打白骨精荣 其实唐僧早看出老婆婆和老头是妖怪变的 但他然后要坚决撵孙悟空走 不得不说 乌朝禅师这句话刺激到他了 孙悟空 谢谢观看